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独壮海军威 并追封起太子少宝贤 而翻开邓世昌的人生履历 我们不难发现邓世昌英勇杀敌 最终于志远舰同尘大海的迅国壮举绝非偶然 那么邓世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出身商人家庭的他本可以此成副业 衣食无忧 却为什么选择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海军学校 邓世昌在甲午战争中如何体现了中国军人的男儿血性 百家讲坛栏目 邀请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马俊杰教授 为您讲出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爱国偏执 邓世昌敬请关注 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名字 一送舰艇也要有自己的名字 关于舰艇的命名 世界各国海军都有自己严格的规定 我们人民海军的舰艇 绝大多数是以地名来命名的 当然也有例外 其中有两艘舰艇 它是以人民来命名的 这就是远洋航海训练舰 郑合号和士昌号 其中那个士昌号 就是以北洋海军著名将领邓世昌的名字来命名的 大家都知道 一艘舰艇 要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那么这个人一定对于海军和国家有特殊的贡献 郑合是我国名代著名的航海家和军事家 他曾经率领着庞大的船队 七次下西洋 创造了举世注目的伟大的业绩 所以以郑合的名字来命名一艘舰艇 那是理所应当的 那么邓世昌呢 为什么要以邓世昌的名字来命名这艘舰艇呢 邓世昌又有什么特殊的贡献呢 我们这期节目啊 就走进邓世昌 去了解一下邓世昌的人生经历 和他对海军和国家的特殊贡献 这个邓世昌啊 在一生的经历当中 他人生的亮点很多 他的贡献也很大 概括起来讲 主要有这么四点 这第一点 就是京中报国 邓世昌出生于广东攀育 他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 他自小呢 这个人性格就特别的倔强 他的父亲邓焕芬 是一个茶叶商人 为了做买卖是走南闯北 19世纪的60年代初 少年时代的邓世昌呢 就跟随着他的父亲 移居到了上海 少年的邓世昌啊 经常到这个黄浦江边上 去观察 去玩耍 去的时间长了之后啊 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他说在黄浦江当中 所航穷的这个舰船啊 都是高扬着舰炮的外国舰船 没有我们中国自己的 并且这些外国舰船呢 在黄浦江里是横冲直撞 简直把这个黄浦江啊 当成了他自家的后院了 这一下子就把少年邓世昌的愤怒 就激发起来了 所以这个邓世昌啊 就私下里就给别人说 他说呀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江河里边 外国的军舰是越来越多 把我们中国的情况 看得是一清而楚啊 那么如果我们中国 不按照西方的海军模式 建设一支海军的话 一旦我们强大的邻居 来欺负我们的话 我们怎么来应对啊 大家看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就有这样的想法 这说明啊 邓世昌在少年的时代 他的思想比一般的同龄人要成熟 特别是在他的心目当中 有一个建设海军的这么一种想法和渴望 那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到了上学的时候 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这个邓世昌呢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决定报考福州传众学堂 大家都知道 在那个时代 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 那才是人才培养的正土啊 一般里 这个家庭比较富裕的人家呀 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考这个海军学校 那么海军学校是什么 苏州传宗学堂是刚刚成立的一所海军学校 在当时来说啊 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尽管这所学校是公家办的 吃住 免费 每个月呢 学生还有四两银子的零花钱 很有吸引力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 人们普遍的还不太认同这种新生事物 一般有钱人家的孩子 不会到这个海军学校读书 到福州传众学堂学习的 绝大多数的学生啊 这个家境是比较贫寒的 邓世昌的家境不贫寒啊 他父亲是一个茶叶商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 邓世昌啊 他见识很多 他有自己的想法 特别是在他的心中 有一个见识海军的梦想 所以他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 就说服了他的父亲 然后就毅然的报考了这所学校 从此呢 也就加入到了海军当中 后来这个邓世昌啊 就进入了海军 担任了军舰的管带 他率了军舰 多次执行任务啊 在执行任务当中 他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是放在低位的 比如说1875年 邓世昌呢 就出任了一艘炮舰的管带 这艘炮舰叫海东云号 他出任管带的这个时间呢 正是日本侵略台湾的第二年 侵台之后 日本继续扩大军备 当时的南洋大臣孙宝珍呢 为了防卫日本再次侵略台湾 就把这个所管辖的12艘军舰 全部调到了台湾 那么邓世昌所管带的这艘 海东云号 也在这12艘军舰当中 跟随舰队到了台湾 那么到了台湾以后啊 这个邓世昌的任务 是防守 澎湖列岛和基隆 这些重要的海防要塞 他的具体任务呢 就是率领着军舰 在沿海来回的巡逸 防止日本军舰来偷袭 同时呢 还要保护过往的中国军舰 那么这次行动 是清政府筹建海军以来 第一次反对外国侵略的这个行动 军事行动 邓世昌在这个行动当中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 邓世昌报考的福州传政学堂 被誉为中国海军的摇篮 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 海军人才的新式学校 邓世昌正是福州传政学堂 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选择投身海军 就意味着要接受全新的考验 福州传政学堂当时采用中期结合的教学方式 很多课程聘用国外导师来教授 使用外语授课 并用原文书本 这对18岁入学的邓世昌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那么年龄偏大 成绩也并非最优秀 邓世昌何以后来居上 成为北洋水师管带群体中 出类麻醉的佼佼者 第二点呢 就是勤奋读学 这个邓世昌 是福州传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 这第一届学生 他入学的年龄 大多数是16岁以下 当时邓世昌入学的时候 已经18岁了 所以比其他的学生 一般的要大出3到4岁 所以在学习当中 邓世昌并不占优势 再说了 邓世昌也不是一个特别有灵性的人 所以学习成绩也不是出来拔萃的 清政府在选拔第一届 赴欧洲留学的学生的时候 邓世昌就落选了 这说明他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呢 我们从他后来毕业以后 到了舰队实习 然后到海军当中任职 这个情况来看 邓世昌是一个非常勤奋 好学的年轻人 那么至于邓世昌 李鸿章是如何刻苦学习的 在史料当中没有记载 我们找不到记载 但是呢 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技术水平 在档案史料当中却有记载 比如说 1880年的12月 李鸿章交给邓世昌一件 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件任务啊 就是让邓世昌 参加赴英接舰的一个团队 接受两艘军舰 这两艘军舰呢 一艘是超永号 一艘是杨威号 邓世昌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和一个杨远叫张斯顿 他俩一起管架杨威舰回国 那么这次接舰呢 李鸿章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 为了节省经费啊 在管架这两艘军舰来华的过程当中 不再聘用外国人驾驶 而是由中国自己的海军军官 驾驶这两艘军舰回到中国 这是一个新的决定啊 邓世昌接受任务之后 在管架杨威舰回国的途中啊 并不顺利 遭遇了很多状况 比如说 在地中海 杨威舰就和那个超永舰失散了 两艘军舰相互失散了 找不着了 再加上杨威舰 他所带的燃眉不够 结果这艘军舰在海上随意漂流了两个昼夜 再比如说 经过随着运河的时候啊 杨威舰螺旋桨又坏了 经过了紧急的抢修之后啊 才恢复了政策 特别是到了印度洋的时候 杨威舰的机器出现了严重的故障 这个故障很严重啊 他的那个锅炉舱都着火了 这是在茫茫的大海之上啊 大家想一想 邓史昌这是第一次 单独的处置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时对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呢 邓史昌非常冷静 这个时候 他就充分的利用自己平时所学的知识 和自己的专业水平 很快的就排除了故障 是杨威舰呢 就脱离了危险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 说明邓史昌的专业技术能力 还是过硬的 所以当杨威舰回国以后啊 这个李鸿章就任命邓史昌 直接出任了杨威舰的管代 后来呢 这个邓史昌的专业技术能力是越来越娴熟了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当时有人这样评价邓史昌的这个驾驶能力 当时是这么说的 他说邓史昌啊 史传如石马 鸣炮如鸣笛 无不动和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邓史昌驾驶着战舰 就像骑马那样灵活 邓史昌发射箭炮 就像射箭那样准确 都非常的恰到好处 所以对这一点 李鸿章是非常的赏识他 非常高兴 到了1888年 北洋海军成军了 那么北洋海军成军以后 李鸿章会在北洋海军当中 给这个邓史昌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官制的规定啊 北洋海军当中最高的指挥官 叫提督 就相当于今天的海军司令啊 在提督以下 按照舰船的大小 依次安排管带 这个管带按照军衔呢 设总兵两个人 管带什么 拿艘船呢 管带是阵远舰和定远舰 两艘大型的铁甲舰 当时确定的管带是 林太增和刘布柴 再往下 还设副将五人 管阳 志远 吉远 静远 京远 和来远 这五所新式的巡洋舰 那么当时安排的管带是谁呢 分别就是邓世昌 方伯谦 叶祖归 林永生 和求保任 但是这个顺序啊 是李鸿章根据各个管带的能力素质进行的精心的安排 不是随便排出来的 我们看在这个排序当中 在五名副将里面 邓世昌呢 是排在第一位 也就是说 在整个北洋海军当中啊 邓世昌的位置 很高 他在提督 丁武昌 左翼总兵林太增 和右翼总兵刘步禅之后 排到第四位 大家都知道啊 在刚才我 我说的这个副将以上的 七名管带当中 除了邓世昌以外 其他的管带 都是福建人啊 只有邓世昌是广东人 大家想一想 在那个时代 在一个福建人一统天下的管带群体当中 邓世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 非常难得的 这就表明 李鸿章对于邓世昌也是非常的器重 这是第二点 邓世昌能够在北洋水师众多的管带中脱颖而出 不仅仅在于他的专业技能和作战素质十分突出 也在于他能带兵会带兵 在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 这又与他重情重义的特点密不可分 第三点呢 邓世昌重情重义 邓世昌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海军将领 他这个重情重义啊 在北洋海军当中他是出了名的 今天我们说 在这个方面 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第一个表现 他对官兵有爱惜之情 非常的爱护官兵啊 也就是在长期的海上历练当中 邓世昌和这个官兵啊 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可以说邓世昌是爱兵如子 这里有一个例子 1887年 这个邓世昌啊 到欧洲去接收致远舰的时候 在回来的途中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在致远舰上 有一名水兵突然病故了 病故以后啊 怎么来处理这名水兵的这个遗体 这成了问题了 按照国际惯例啊 一艘军舰如果离着陆地比较近 那么这个遗体 应该等军舰靠岸之后 在陆地上安葬 如果一艘军舰离着陆地比较远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实行海葬 这是国际的惯例 但是呢 在我们中国又有自己的传统 我们中国在安葬这个病故的 人的这个遗体的时候啊 叫做入土为安 有这样一个传统 所以在致远舰上 有一些水兵 就提出这样的建议 都说邓大人啊 这名水兵的遗体 能不能我们带到岸上来安葬呢 当然这种做法要冒着 被总察狼威礼追究责任的风险 那么狼威礼又是谁啊 狼威礼是北洋海军的总察 相当于总教练啊 地位很高 他是北洋海军高薪聘请的英国的洋员 他在北洋海军当中 不但掌握着管理大权 而且呢 他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管理啊 非常的严格 就连丁武昌有什么事情啊 也要找他商量 特别是这个人呢 对权威看得很重 如果你不按照他的规定来做的话 就等于挑战他的权威啊 所以要把这个士兵 在岸上安葬 要冒着被他追究责任的危险 但是冬世昌认为 他说这些舰上的官兵啊 远离家乡 为国结舰 非常不容易啊 他们的意见 应该引起重视 应该得到尊重 再说了 按照中国水师章称 一位水兵的遗体 如何进行安葬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特别是 这个时节啊 正是九十月份 这位病故水兵的遗体 不会立刻就朽坏 在这种情况下 冬世昌决定 把这名水兵的遗体 带到陆地上安葬 所以他命令建设的木匠 打了一口棺材 把这个水兵的遗体呢 就放在棺材里 董军舰靠岸的时候 按照中国的传统 就葬在了陆地上 这名水兵的遗体 尽管是安葬在了异国他乡 史料上也没有记载 到底安葬在哪个国家 但是在那个时代啊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军队当中 如此尊重士兵 在整个官兵当中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表现 第二个表现 就是对同胞的爱护之情 1881年 邓士昌到欧洲接收杨威军舰的时候 在回国的途中 当军舰航行到 支布罗陀这个地方 这个军舰呢 沿着近岸航行 邓士昌就发现岸上 有一群中国人 仔细一看 这群中国人是棚头垢面 衣衫蓝绿 一定是遭遇了什么状况 他们才向这个军舰招手啊 等这个军舰靠岸的时候 邓士昌上了岸 经过了解才知道 这些中国人 是西班牙人 略迈到当地的 广东籍的华工 他们被骗了 这些华工啊 强烈的要求 邓士昌 把他们带回祖国 与亲人团聚 邓士昌一方面 对这些西方国家 欺骗 略迈 中国人 非常的奋斗 那么另一方面呢 他对这些华工啊 表示出了非常大的同情 非常同情他们 于是就毫不犹豫的 让这些中国人 就上了杨威健 后来呢 邓士昌 就把这些华工呢 顺利的 送回了他们的家乡 和亲人团聚 这是第二个表现 第三个表现 对父母的爱戴之情啊 邓士昌的海军生涯 一共是27年 在这27年当中 由于工作的原因 这个邓士昌啊 回家探亲休假 只有三次 时间都不长 最长的一次啊 也只有七天的时间 这个邓士昌 心里早就明白 他说作为一个军人 自古以来 忠孝不能两全啊 所以作为一个军人 必须把对国家的尽忠 放到第一位 但是呢 对于对父母的亏欠 邓士昌心里 也非常的十分的难过 所以每一次回家 邓士昌都要做精心的准备啊 准备什么呢 给父母准备一些礼物 比如说 他到英国去接见的时候 在英国就购置了很多精美的礼物 准备送给父母 尽管后来他的父亲 因为去世了 没有收到他的礼物 但是后来他的母亲 收到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所以邓士昌啊 心里也得到了很多的安慰 当然邓士昌回到家里 邓士昌的父母 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儿子 每一次邓士昌回家的时候 他的父母也做精心的准备 无论是吃的 用的 都准备妥当 1882年 邓士昌的父亲 邓患分去世了 当时啊 中国的海防 形势非常吃紧 邓士昌没有时间 回家尽孝 等邓士昌再次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他父亲去世的 五年以后了 所以五年以后 这次回家呀 邓士昌一进门 就一下子跪倒在 他父亲的遗像之前 大哭不止 由于悲痛过度 一度都昏了过去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邓士昌啊 跟他父亲的这个感情 非常非常的深厚 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 1894年 经过二十多年侵略扩张准备的日本 挑起了震惊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 经过三次海战 历经近九个月的残酷交战 以中国战败 北洋损失全军覆没而告终 代表中国的清朝政府 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 最终签订了丧权主国的不平等条约 马关条约 就是在这次战争中 邓士昌率领志远舰 临危不惧 费用杀体 然而 志远舰最终因舰体受损严重而沉没 邓士昌带着 适与军舰共存亡的誓言 自沉大海 壮烈巨工 那么邓士昌与志远舰 在海战中 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第四点叫威武不屈 1894年的7月 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人民是奋起抗击啊 那么这场战争呢 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场陆海协同的作战 海上的作战 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整个战争当中 中日海军之间一共是进行了三场海战 这三场海战 就是封岛海战 黄海海战 和威海保卫战 其中这个黄海海战啊 它是中国黄海制海权的关键一战 它不仅关系到中日双方 这个制海权的归属问题 而且直接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进程 所以在这场海战之前 这个冻事昌啊 对于中日海军之间的决战 它的重大意义 非常的清楚 战前 冻事昌就许下了诺言 这个诺言就是啊 事与战舰共存亡 海战爆发以后 冻事昌呢 在海战当中是拼尽全力 最终 为国捐取 尽管冻事昌没有能够挽回 整个海战失败的这个结局 但是冻事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 震动了全军 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啊 不畏强暴 誓死如归的这样一种精神 黄海海战发生在1894年的 9月17日这一天 这一天的上午 10点多钟 这个时候啊 天气非常好 天气晴朗 海上是风平浪静 北洋舰队呢 刚刚完成了护送陆军 东陆的任务 整个舰队停泊在 鸭路江口的大东沟的海面上 正在这个时候啊 在西南方向就发现了 日本的联合舰队 日本的联合舰队呢 这个时候也发现了北洋海军 于是这两个舰队就开始相互的接地 一场海战是不可避免了 当两个舰队相距到3000米的时候 海战就打响了 北洋海军在海战当中采取的战斗队型 叫夹缝艳行小队队 也就是我们说的人子阵 那么邓士昌所率领的直远舰 和静远舰一起组成一个小队 它位于整个战斗队型的左翼 靠近旗舰的地方 这个时候日本海军采取的战斗队型呢 是一字阵 它由本队和第一优机队组成 这个第一优机队呢 又有四艘舰速航速最快的军舰组成 那么战斗打响之后啊 日本舰队首先展开了对旗舰定远舰的进攻 北洋舰队的定远舰啊 在五分钟之内 它的信号装置就被日军的炮火所击毁了 击毁以后啊 这个定远舰就失去了指挥的能力 整个庞大的战斗队型 也被日本舰队冲散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北洋舰队的所有军舰只能是各自为战了 邓士忠所率领的志远舰 它是一艘排水量只有2300吨的这个穷甲巡洋舰 它的那个装甲呀防护能力跟一般的军舰相比 是比较弱的 但是邓士忠呢毫不顾忌 在作战当中 他不时的率领着自己的军舰 就挡在旗舰定远舰前面 他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保护旗舰呢 那么这样整个正远舰这个舰体上 就受了非常重的伤 就是弹痕累累啊 特别是这个水线的上下 有多处都被炮弹击穿了 海战进行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 这个志远舰的舱势开始大量的进水 整个的舰体开始向右倾斜了 随时都有沉默的危险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啊 邓士忠就站在了他的指挥台上 大声呼叫 说了一句话 他说呀 我船专事吉野 苟成事件 则我军可以击事 什么意思啊 他说日本舰队专门就依靠吉野这艘军舰 如果我们把吉野给他击沉了 我们就会获得成功了 说完这句话以后啊 志远舰上的官兵有些慌乱 为什么 要击沉吉野啊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撞击啊 距离很近 所以有些慌乱 所以有些慌乱 邓士忠看到官兵当中有些慌乱的情绪 继续说道 他说五倍从军卫国 早指生死于度外 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啊 西纷纷为啊 他说我们军人呢 保家卫国 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今天跟我们的敌人在海上进行决战 我们早就抱定了必死的信念 有什么可慌乱的呢 所以邓士忠的这个英雄的气概 迅速令全院的官兵折服了 所以官兵们是肃然听命 紧接着志远舰的官兵 开始集中力量 开足马力 就撞向机 日本军舰看到志远舰是来拼命的 所以都大惊失色 于是就集中火力猛轰志远舰 结果密集的炮弹 就不断地落到了这个志远舰残破的这个舰体上 其中有一发炮弹 就引发了志远舰鱼雷发射管里面的一枚鱼雷 引起了巨大的爆炸 爆炸以后啊 整个志远的舰手突然下沉 舰尾高高的撬起 螺旋桨在空中旋转不已啊 邓世昌落水以后啊 他的仆从叫刘忠 很快地就扔给他一个救生圈 邓世昌奋力地把这个救生圈给推开了 不要 紧接着左一号鱼雷亭也赶来营救 扔长绳子来营救他 但是依然被邓世昌给拒绝了 邓世昌在水里坚定地说了一句话 大家看看说的什么 邓世昌说 武智经敌分 经死于海 亦也何求生为 意思就是说呀 我的志向就是要消除敌患了 今天我战死在这个大海上 这是大意啊 为什么我要求生呢 更为令人感动的是啊 邓世昌平时养了一条狗 这条狗的名字叫太阳犬 这个太阳犬也落水了 落水之后呢 他就奋力地游到了主人的身边 用嘴猛力地咬住了邓世昌的胳膊 用力地往上拉 不让他吓沉 邓世昌就怒斥这条狗 让他离开 结果呢 这条狗又紧紧地咬住了邓世昌的发便 使劲往上拖拉的 在这个时候啊 邓世昌眼含着热泪啊 就紧紧地把他这条爱犬 搂在怀里 一同沉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 邓世昌寻国的这一天啊 正好是他45岁的生人 邓世昌的事迹也感动了朝廷 这个清政府啊 就给于邓世昌 壮节的嗜好 还送给邓世昌的母亲 一块匾额 这个匾额上 镶嵌着用黄金 将著称的四个大字 叫教子有方 特别是光绪皇帝 这个光绪皇帝 亲自为邓世昌 书写了晚联 这个晚联是这么说的 他说 四日曼徽天下泪 有功族壮海军尾 山东的百姓 也在冲山头上 建起了洞宫庙 每年都来祭祀 以改念这位 为国捐区的民族英雄 正是由于邓世昌 是一位为国捐区的民族英雄 所以我们人民海军 才以他的名字 来命名一艘军舰 叫士昌号 今天 每当我们乘坐着士昌号 航行在我们祖国的 万里海江之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祭祀邓世昌 为了保卫国家 而立下的功勋 同时 我们也会告慰 邓世昌的在天之灵 历史的悲剧 永远 也不会重演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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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